- 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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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林芳良 -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- 包括了姚念慈 - 包括了院長 - 黃國中在內 - 這一切 - 只要是違法裁判的人 - 都在搜集證據當中 - 一定會把他繩之以法 - 我們接下來先做個預告吧 - 下星期 - 又有台灣的高官 - 要被告了 - 這些高官至少在未來的半年到三年之間 - 包括司法官在內 - 至少會有二十個人 - 被我們告上法庭 - 我要開始展開 - 全面的通緝 - 蔡同學 - 還有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- 黃偉 - 劉成武 - 台北地檢署的檢察長 - 林芳良 - 還有 -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- 包括了姚念慈 - 包括了院長 - 黃國中在內 - 這一切 - 只要是違法裁判的人 - 我們現在呢 - 都在搜集證據當中 - 我們一定會把他繩之以法 - 我們一定會把他繩之以法 - 我們接下來先做個預告吧 - 下星期 - 下星期就是 - 距離現在 - 大概七天到十天之內 - 又有台灣的高官要被告了 - 那麼 - 這些高官呢 - 我們一個一個點名 - 這些高官至少在未來的半年到三年之間 - 包括司法官在內 - 至少會有二十個人 - 被我們告上法庭 - 那每一個案子呢 - 至少 - 再怎麼快 - 至少會纏鬥個兩年到五年 - 那我們出這個牌的節奏呢 - 也不會把它通通堆在一起 - 各位換個想法 - 你們想想看 - 在過個十年後 - 有的案子還會進行當中 - 你們覺得 - 蔡同學的手還能夠召你們嗎 - 如果你們今天是違法裁判 - 你們今天是 - 觸犯法律 - 貪章枉法 - 你覺得 - 你能夠躲得過法律的制裁嗎 - 所以我在這邊 - 要跟這個論文文當中 - 不管你是無辜被捲入 - 或者自甘墮落 - 出賣靈魂 - 或者是你甘願做 - 政府 - 或者這些高官的拳馬 - 我要奉勸你 - 風光得意是一時的 - 你再怎麼得意頂多兩年 - 蔡同學下台之後 - 你覺得 - 就算民進黨接任 - 你覺得民進黨不同派系一定會幫你的忙嗎 - 如果不是民進黨接任 - 你覺得不同黨派的人 - 他們不會做轉型正義嗎 - 不會去做司法的除垢嗎 - 不會去推動社會的改革嗎 - 別的不多說 - 你就往回頭看看馬英九任內 - 他的幕僚 - 再往回看看 - 陳水扁任內 - 他的幕僚 - 你再往回看李登輝任內 - 他的幕僚 - 有多少人 - 鋼鐺入獄的 - 鋼鐺入獄 - 限制出境 - 二十年的 - 限制出境 - 名譽掃地的 - 坐牢的 - 你算算看 - 有沒有一支足球隊 - 所以陰見不遠 - 前世不忘後世之師 - 以股為敬可以知心地 - 這些犯罪集團的 - 這一些成員們 - 你們想清楚 - 把算盤拿出來撥個清楚 - 看看你們現在所作所為 - 五年後 - 攤在陽光下 - 你們經得起考驗嗎 - 你們躲得掉司法嗎 - 今天你們全清一時 - 五年後 - 如今安在哉 - 今天是我被通緝的第三天 - 沒有收到任何通緝令 - 只看到了媒體上的報道 - 於是我的律師張靜律師 - 昨天就去閱卷 - 要他搞清楚 - 要搞到半天烏龍一場 - 大家說通緝通緝 - 媒體說的跟真的一樣 - 結果沒有 - 所以呢就去閱卷 - 為什麼可以閱卷 - 因為這個案子 - 它的源頭是 - 蔡同學告我妨害名譽 - 那這個案子在審理當中 - 如果通緝的話 - 那一定會把這個通緝令 - 放在審理的案件當中 - 然後作為停止審判的依據 - 所以這果然呢 - 就應驗了我們 - 剛開始的時候 - 張靜律師的揣測 - 當時張靜律師跟李正華律師的看法不一樣 - 所以我們就打賭 - 我們說吃火鍋請客 - 而且我們強調 - 這火鍋一定要1000塊錢以上的 - 不要給我100塊錢的 - 好 結果 - 我們就打賭了 - 所以書家是誰 - 書家是李正華律師 - 因為李律師呢 - 她是一個堅持理想 - 懷抱理想 - 對人性邪惡還存在著 - 非常多期望的一個暖男啊 - 她不相信這些司法官會荒唐到這種地步 - 她不相信說這種樣子的事情 - 她敢通緝下去 - 當時我的說法就是跟她講說 - 妳難道會相信有人會把自己的表姐夫放在 - 最高行政法院嗎 - 妳難道會相信把自己的閨蜜 - 違法放在司法院當門神嗎 - 妳難道會相信 - 這麼多的卷證可以篡改嗎 - 這一切 - 說明了一件事情 - 蔡同學已經行舟上高攤了 - 因為她命內正逢羅伯官 - 她不管怎麼樣 - 她就是不安 - 所以呢 - 問神作福也沒辦法 - 反正就是過不了這個羅伯官 - 最後要行舟上高攤 - 所以她會怎麼樣 - 奮力一搏 - 其實某種角度來看 - 我們也犯了孫子兵法的大忌了 - 因為蔡同學絕對是窮寇 - 我們呢 - 窮寇莫追才對 - 結果我們窮寇猛追猛追回頭去咬我 - 所以她一定會 - 用盡各種手段 - 就算再怎麼非法 - 她一定做 - 所以很多人告訴我 - 要小心蔡同學會使二招 - 會做出那種 - 傷天害理的事情 - 我是相信的 - 不過 - 我當然會防範啦 - 因為我們報警也報了嘛 - 對不對 - 我們可以定期 - 我們報警的事情 - 我們可以定期回報 - 定期回報之後 - 加州的警方 - 還有在華盛頓DC的警方 - 兩邊的警方就會互相聯繫 - 那我每次出了家門 - 出遠行 - 搭飛機 - 我就告訴她說 - 我到華盛頓DC去了 - 然後這時候 - 加州的警察就會轉移這個message - 到華盛頓DC - 其實任何一個小老百姓在美國 - 因為人權是受到保護的 - 你去報案 - 他可以不理你 - 他可以吃案 - 但是他不會不留下紀錄 - 因為他不留下紀錄 - 他將來會被告 - 你知道美國這個國家 - 因為小事情被告 - 可以告得你傾家蕩產 - 家破人亡 - 七里子散 - 好 - 所以我就循著報案的程序 - 不斷的告訴美國的警方 - 我現在遭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- 為什麼要這樣做 - 將來要申請政治庇護 - 這都是你的資料 - 對不對 - 將來要去領諾貝爾獎的時候 - 這些東西都是你的資料 - 不對嗎 - 好 - 所以我剛剛就在這邊說了 - 蔡同學今天用盡一切的手段 - 你想想看 - 他會把這個 - 這個法官捨到一班育嬰架 - 泰北電話法院會幹這樣的事情 - 那難道他是吃素的嗎 - 難道好玩嗎 - 前面做了這麼多傷天害理的事 - 最後突然良心發現 - 哎呦這不能通氣 - 當然不可能 - 所以我就賭他會通氣 - 張定律師也講得很明白嗎 - 他不通氣 - 我們現在 - 其實我常常這樣講 - 我們做事情 - 研究方法也好 - 我們做事情的邏輯也好 - 我們常常要一地而處 - 你一個問題想不出答案的時候 - 你一地而處答案就出來了 - 如果你今天是這個犯罪集團 - 如果你今天是劉成武 - 你今天是這個姚念慈法官 - 你不停止審判 - 你接下來要怎麼辦 - 馬上15個證人你要傳 - 你怎麼傳嘛 - 你能不傳蔡英文嗎 - 你站出來告人 - 你能不傳嗎 - 所以當然要停止審判嘛 - 所以他就逮到 - 我人不在國內的時候 - 就發了這個12道金牌 - 他為什麼不早點開庭呢 - 這案子拖了多久 - 對不對 - 我5月4號出庭 - 沒錯吧 - 6月該開庭了吧 - 不開庭 - 我6月9號出境之後 - 那拼了命的開庭 - 目的是什麼 - 他逮到我出國的機會 - 然後呢 - 趁這個機會 - 痛下毒手 - 就這樣啊 - 所以我說他一定會 - 通緝 - 那這個通緝令呢 - 也不告訴我們 - 也沒有送答 - 結果呢 - 我的律師張進去月卷 - 哎呀 月到了 - 月到這個呢 - 我會把它放在我們彭氏的 - 祖譜當中 - 這是我們彭家的光榮 - 作為一個媒體人 - 作為一個媒體教育的工作者 - 這一生啊 - 能夠被權貴所告 - 又是被現任的四軍統帥告 - 這怎麼會是不是一個光榮呢 - 而告的標的 - 竟然是因為我們說了實話 - 揭發了他的詐騙行為 - 結果我們變成了防害謎語 - 那這怎麼會不是我的光榮呢 - 這當然是光榮嘛 - 好 我們來看看囉 - 我們去月卷看到的 - 假設我們不去月卷 - 我們根本不知道 - 這通緝是真的假的 - 叫我去月卷看到什麼呢 - 上面寫 -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通緝書 - 好 下面呢 - 就名字 - 然後 - 我最特別要看的是通緝理由是什麼 - 通緝理由是叫做逃逆 - 逃逆是什麼意思啊 - 查遍六法全書 - 查遍了慈海 - 也查不到逃逆是什麼東西 - 刑事訴訟法 - 倒是有一個字叫做逃亡跟藏逆 - 但是通常啊 - 法律書啊 - 不要自己隨便簡寫 - 對不對 - 你逃逆 - 這個 - 如果沒有解釋 - 你怎麼知道是什麼意思 - 逃家嗎 - 對不對 - 貓逆嗎 - 逃逆是什麼意思 - 好 - 我們就來看 - 他就簡單的寫了兩個字 - 叫逃逆 - 而且後面還有一段小字 - 是說 - 呃 - 刑事關係人得禁制 - 這個 - 送達逮捕 - 通緝的被告 - 交為檢察官 - 司法警察官 - 或者請求檢察官 - 司法檢察官 - 逮捕他 - 逮捕之 - 意思就是說 - 抓到以後 - 要趕快的送給檢察官 - 呃 - 法官 - 或者是可以叫檢察官 - 司法警察 - 就是警察了 - 呃 - 來逮捕我 - 我說得很簡單啊 - 我一直在這啊 - 我叫你們來逮捕我啊 - 那你們自己不逮捕 - 然後呢 - 也不送達 - 我有電話 - 所有人都找得到我 - 每一個媒體都找到我 - 那你 - 今天檢察官 - 要法官 - 要確定我的意向 - 你不打個電話來跟我聊聊 - 說你到底要不要回來 - 如果我告訴你說 - 來抓我呀 - 我就是不回來 - 我要跑 - 你要怎樣 - 那時候你在通緝 - 不是比較合理嗎 - 所以啊 - 我說 - 檢察官 - 法官 - 你們完全沒有完備 - 通緝的 - 程序 - 程序 - 你們嚴重的違法 - 你們今天的行為 - 在三年後 - 你們在法院上當成被告的時候 - 你覺得 - 你的辯護律師的辯護狀寫得出來嗎 - 如果估計一下三五年後 - 辯護律師寫不出來 - 你們最好不要幹這麼丟臉的事 - 啊 - 我告訴你們 - 你們三五年後 - 一個一個要面臨刑事民事的訴追 - 包括損害賠償 - 包括刑事責任 - 包括監察院的彈劾 - 那時候花媽還活著嗎 - 我都不知道 - 所以千萬 - 好 - 我們再來看看 - 結果什麼叫逃逆呢 - 刑事做法87條 - 說84條87條 - 被告逃亡或藏理者得 - 棄補之 - 得通緝之 - 那我就覺得奇怪 - 發這個link的根據是什麼 - 喔 來了 - 這個月券又看到另外一張 -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刑事案件審理單 - 喔 審理單 - 來了 - 一零年度 - 這個字 - 第三五二號 - 妨害名譽 - 妨害名譽呢 - 自訴人被告 - 被告 - 理由 - 很好笑 - 理由寫了兩行字 - 你有多麼心虛 - 他的理由寫什麼呢 - 他的理由是 - 被告有刑事搜索訪第84條情事予以通緝 - 84條情事就是有逃亡藏理 - 最後蓋了一個章 - 這個章的時間是 - 一一零年度 - 十一月十幾號 - 後面那個字被擋住了 - 謠念慈 - 他蓋了章 - 所以呢 - 這個是他的 - 謠念慈的犯罪紀錄 - 他的犯罪事證在這邊 - 我們一定會追究他的這個 - 民刑事責任跟行政責任 - 希望我們的影片 - 請在下方點下订阅按鈕 -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-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- 謝大家 -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